在上一集節目中 我們詳細介紹了水冷的測試平台 還有CPU的設定 如果還沒看過的朋友們 可以點這邊去看看 這集我們就來為各位測試看看 到底這些水冷之中 誰才是2021年的360水冷之王 在公布測試結果之前 先跟各位說一個好消息 這一集節目播出的時候 我們會在蝦皮陸續上架 這次測試的所有水冷 然後以及一些以前開箱過的產品 不敢保證價格一定會多便宜 但已經是一個你不虧 我不虧 然後你小賺 我不賺的公道價格 如果覺得我們的節目不錯 歡迎購買產品幫我們回血一下 那也算是一種非常有效支持我們的方式 回到正題 這次參與了廠商有這9家 馬上就來看一下這幾款水冷的表現吧 首先先說明 我們之所以選擇30% 70% 還有100% 是因為前兩種風扇的轉速是 一般人在正常使用下 比較常達到的轉速 那通常你去看主機板的設定 待機的溫度差不多就是30%左右 那有點負載之後溫度大約就是70%左右 雖然不是絕對啦 但也是足夠有參考價值 而風扇的極限狀態100% 當然你要測試啦 所以就選了這三種轉速來做測試 另外每一款水冷的散熱膏 都是用他們原本包裝內附的 因為我們認為散熱膏也是各個產品的一部分 而且一般人也不會有其他散熱膏 所以不用統一的散熱膏 我們覺得是比較公平的 首先我們先看到水冷的音量測試 之所以叫音量測試然後不叫噪音測試 那是因為分貝劑主要測量的是音量大小 而不是測量聲音好不好聽 畢竟是風扇嘛 風聲就屬於正常的聲音 而且並不會太讓人感到不適 但風聲以外的聲音就不好說了 在環境背景值大約41分貝左右的情況下 30%轉速時 Cooler Master的ML360 V2 還有Be Quiet的Silent Loop 2表現最好 有開機跟沒開機幾乎一樣 非常的安靜 其他像是ID Cooling、Fantax 還有Dark Flash44分貝左右的表現也不差 相對特別大聲的是銀wind的BR36 那可能是因為水冷頭也有一顆風扇的關係吧 到了70%轉速時 那依舊是Cooler Master的聲音最小 而ID Cooling的聲音表現也很不錯 說真的70%轉速時的聲音 已經沒有任何一家廠商的產品 可以稱得上是安靜了 基本上都有明顯的風聲 那甚至是一些機械噪音 再來看到100% ID Cooling的聲音雖然說是最小的 但是風聲之外 它也會伴隨著一些震動的機械噪音 那反而是Cooler Master 還有Be Quiet這兩款 雖然聲音的分貝看起來略高一點點 但是噪音聽起來就比較不明顯 而數值最大的Corsair還有In Wind比起來 In Wind的機械噪音就比較小一些 再來我們看到待機的溫度 其實不管風扇轉得多快 我們都可以看到各家都是 將CPU壓制在30度上下 那如果真要說最好的 就是Silver Stone的PF360-WARGB 平均的溫度都能維持在30度以內 接下來我們將風扇的轉速調到70% 將我們的i9-11900K開始用 i打64烤FPU10分鐘 那平均溫度最低的是 Fantax還有In Wind 兩者都能將溫度壓制在86度左右 那In Wind的多一度 基本上可以當作是無差範圍 其他像是Corsair、Be Quiet 還有Silver Stone 也都能保持在90度以內 但是看到最高溫的地方 也就只剩下Fantax還有In Wind 始終如一的將CPU壓制在87度內 表現可以說是非常好 而其他家的表現都差不多 唯獨DigiFest的溫度一直處在破百邊緣 但是就是沒有破百讓CPU降頻 要是室內溫度再高一點就不好說了 這就跟你和曖昧對象的關係一樣 一直處在邊緣 要是有人稍微推一把 就當不成朋友 XX在一起了 再來我們看到100%轉速的部分 其實排名是沒有什麼變化的 只有Dark Flash還有ID Cooling 以兩度之差對調的名次 在全速運轉中 有一半以上的水冷 都可以將這個參數設定的 i9-11900K壓制在90度以內 整體也平均比78轉速時低了3度左右 第一名的Fantax水冷 甚至最高溫都沒有超過85度 表現真的非常好 日常使用上其實也很少會用到 像烤FPU一樣等級的壓力 在座各位水冷 看起來壓制i9-11900K 都還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縱觀看下來 如果要說溫度壓制能力最強的 那肯定就是Fantax The Glacier One 360 MP了 各項數據都是在全部之中的頂尖 而Inwin的BR36其實也不遑多啦 很巧的是這兩款水冷頭的設計 也是這幾款之中最特別的兩款 Glazer One的水冷頭RGB部分是可拆卸的設計 視覺效果低調而穩健的感覺 水冷排上的三顆風扇並沒有RGB 對於不喜歡RGB的朋友來說 這款水冷是相當適合 另外在它的包裝上 尤其的水冷方案是由Aztec提供 如果各位沒有聽過Aztec的話 很多知名大廠的水冷都是這間公司做的 品質和穩定性是不需要擔心的 而Inwin的BR36水冷頭造型 絕對可以說是獨樹一致 直接將一個風扇大拉拉的 做到碗工型的水冷頭上 並且將水泵移到水冷管上面 這種分離式水泵 根據官方的說法是可以有效的 降低震動以及噪音 那別看水泵小小的 裡面的幫補速度最高可以達到5200RPM 比起硬固定的水冷頭 我覺得放到軟一點的水冷管上面 降低震動帶來的噪音 那也是有道理的 聲音的分配數 低速時最安靜的是 酷媽還有Be Quiet 那高速時則是 酷媽還有ID Cooling ID Cooling這款Zoneflow 360X 雖然價格才3590元 但是各項表現在幾款水冷中 都是可以保持在中段班 而且它的RGB燈亮起來 射台表現也很不錯 硬要說缺點的話 就是它的震動噪音略多 但是看它聲音的分配數又不高 那另一方面來說 就是它的風扇應該蠻厲害的 風聲是很小的 搞不好在一些地方加上防震軟墊 表現還可以更上一層囉 全部的水冷之中 我最喜歡的就是 酷媽還有Inwin的外型 Inwin的水冷頭不用說啊 酷媽這款L360 LV2 ARGB 我覺得真的非常漂亮 整體的白色簡約風格外觀 然後水冷頭就是一個圓而已 上面還有一個Logo形狀的RGB燈光 整體質感在這個價位帶上 完全是無可挑剔 水冷排上面的風扇都有RGB燈光 水冷裡面也附了一個極限盒 把所有的線都接在一起 同進同出 對於新手來說 能減少任何一條設備 連接到主機板上的線都是浮音 當然其他家廠商也有風扇的三合一連接線 只是酷媽她把它做成一個小盒子 那感覺就比較高級 總之 NL360 LV2 ARGB這款水冷 真的是外觀好 聲音小 重點是台幣售價才29900元 是所有水冷值中最便宜的 CP值真的是高得不像話 整個產品的細節 NL360 LV2做得也很不錯 產品並沒有什麼毛邊之類的 螺絲的鬆緊度 基本上也都很一致 但如果要說最好的 我會把票投給Be Quiet的Silent Loop 2 不愧是德國品牌 整個產品看起來就是像德國車那種 可靠然後穩重的感覺 細節的部分基本上也挑不出什麼毛病 特別的是包裝裡面還附贈了一罐水冷液 那也是唯一一家有附贈水冷液的廠商 真的是非常貼心 那也看得出德國人對於自己產品日後維護的用心 哪一天如果你聽到你的水冷系統發出了殘殘的水聲 那可能是因為裡面的液體蒸發 導致裡面有了氣泡 那你就可以拿起這罐水加進去 自己就可以解決故障 雖然說這組水冷並不是音量測試中分貝數最低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風聲是最純淨的 幾乎沒有什麼機械震動的噪音 所以在感受上還是比其他家還要更為安靜一些 不可不說開箱這超多款水冷的過程 真的是非常的麻煩 通常水冷放在包裝裡面 都是水冷排以及風扇分開放 但唯一有一款不一樣 事先就已經幫我組裝好了 那就是DigiFest的Notos Series N36 原本有9個水冷 然後總共有27個風扇 就算用電動起直一個一個裝 然後再一個一個拆 用響的我都已經累了 結果這個包裝一打開 居然已經幫我安裝好了 真的是全國電子就剛心耶 這款Notos N36一樣有3顆RGB風扇 顏色表現很好 整體做工並沒有明顯的瑕疵 重點是它的水冷頭真的非常漂亮 除了金屬髮絲紋的外觀 RGB的視覺效果也非常好看 感覺就像是在看到一個無底洞一樣 第一次看到的時候真的是讓我非常驚艷 當所有的水冷都在盡可能的想要從硬體中求情求變 Corsair的iQ H150i Pro RGB XT 除了硬體之外 軟體才是這款水冷最迷人的地方 儘管風扇的聲音偏大 但是散熱能力排在這些水冷之中的前段般 足以表明海盜船還是有在硬體上下功夫的 而且它也是全部唯一一款可以透過自家iQ軟體控制的水冷散熱器 不像一般的水冷要接一般的風扇電源到主機板上 然後再透過BIOS設定風扇曲線 海盜船的水冷是透過USB口接到主機板上的 想不到吧 如此一來就可以透過它們最新版的iQ軟體 然後看到風扇內的各項數據 並且直接調整風扇的轉速 轉速的設定甚至還可以直接設定多少RPM 不像一般的風扇只能設定趴數 可玩性真的是非常的高 光是這個軟硬體的整合 我就覺得非常的厲害 如果你是一個電競玩家 然後想要用同一款軟體來同步你所有配備的燈光 海盜船在這點上絕對是業界領先的 各家廠商的價格如圖標所示 當然廠商也有可能隨時調整售價 然後或者是大特價之類的 所有的水冷如果單論CP值的話 顧媽的ML360的LV2 ARGB 2990元的售價絕對是物超所值 但如果你是追求溫度 然後又預算有限的朋友 稍微拉高一點點的預算 Silverstone的PF360W ARGB 溫度表現就會讓人非常的滿意 不到4000塊的售價 溫度排名就可以在全部裡面之中排名前三 雪白色的外觀還有美麗的RGB燈光 水冷頭的造型就像是一座雪屋一樣 上面還有一個銀心的雪花標誌 是不是看了就覺得發冷了啊 如果沒有很正常 如果有的話就要注意 假如你還伴隨著發燒、咳嗽喘、肌肉痠痛、全身無力等症狀 記得趕快去做篩檢 扯遠了 總之如果你想要用最少的錢 然後買到最低的溫度 銀心的這款PF360W ARGB 就是首選 另一款價格與它相近的DartFlash DT360W ARGB 雖然溫度的表現不如它 但是聲音就略小了一些 30%轉速時44分貝的聲音 基本上也讓人沒什麼感覺它正在運轉 而且它的震動噪音也不明顯 另一個不同的點是 它的RGB燈光是環形的效果 與其他家的風扇燈 從風扇中心發出來很不一樣 喜歡這種光環視覺效果 或者是想要便宜又小生的朋友 可以考慮看看這款DartFlash DT360W ARGB 結果也能看出 每一款水冷都是具有一定的壓制能力的 如果你的超能力足夠 那就直接選擇你喜歡的外觀或者設計吧 反正不考FPU 其實所有的360水冷都是壓得住的 各家的保固年限各位可以自行上網查詢 然後或者是購買前詢問店家 那我其實有詢問過廠商關於他們保固的問題 但有嘗試過將他們的回覆做比較還有整理 但之所以不一一詳細的介紹各家保固 主要是因為畢竟我們身為科技媒體 廠商是有可能對我們說的比較好聽 其次廠商在收入服務的積極度可以是說變就變 很多瞎寫是個案而定 但是不同廠商本身對於四個案而定這個標準就不同 甚至廠商在不同時間下的標準也有可能會不一樣 或許今天保固給的很大方 然後明年就直接跌落神壇 反之也有可能在服務上有所提升 換修賠償速度、客服回復速度 都是你實際在跑保固或者賠償流程時會感受到的差異 多看看網友的實際送修經驗分享 我覺得也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另外最近發現的現象 不只是水冷啦 應該說是所有的科技產品 在疫情下的出門風險是比較高 那是否可以道府收送 或者廠商是否會負擔來回運費 就是未來保固上消費者可以注意 或是各家廠商可以增加服務價值的地方 總之現在2021年 大部分的廠商都已經有肉液整機賠償 那如果你真的很不幸發生肉液的情況 是需要把整台電腦送到隨身廠商 然後給他們做檢測 所以千萬不要想說水不小心倒進主機 就故意把管子去扯斷 然後拍個照廠商就會整機陪你 要是被抓到造假的話 可是會負起法律責任的 然後我估計顯示卡 應該也不會有廠商 願意用黃牛架陪你吧 所以歡迎大家去測試 然後告訴我結果 最後喜歡我的影片 不妨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這次有一個抽獎活動 只要你在影片下方按讚留言 我最喜歡的水準是 然後什麼產品型號 原因是什麼什麼什麼 並且到FB還有IG按讚加追蹤 就有機會抽到小米的 Earbox遊戲版Basic 2S 真無線藍牙耳機 我們6月30號會在FB還有YouTube 公布得獎者 只要在6月29號的晚上23點59分完成都行喔 那如果你很剛好的想要換一組水準 然後又想要撿便宜的話 歡迎到我們的蝦皮賣場裡面去看看 連結我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我們會不定期的放上一些測試過後的產品 買的話不但可以撿便宜 那也算是一種支持我們的方式 讓我們可以有更多的經費 去幫各位開箱更多的產品 最後想看什麼影片或者想說什麼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謝謝各位收看我們這次的水冷大戰 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也算是 我們下次見 拍照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